他就是个蠢货 要有能力没能力 整天屁话一打对你 他有脸给我打电话 你等我合约到齐了 我有他好看的 我妈 是我呀 来了 你不是向我汉角吗 我都自备鞋头了 我是说你走的时候 帮我把这双鞋扔一下 好好好 进来吧 好 孟孟 孟孟 你现在的情绪还好啊 我知道你跟李戴萱的私交好 他这么突然一走 你这心理肯定难以接受 走了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 怪我 小雯他没告诉你吗 这个小雯啊 他肯定以为我会亲口告诉你 李戴萱昨晚跳楼了 没了 这个事情啊 尚不明确 公司呢 就替你发了一条微博 内容是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 现在这网上网 可不敢多说话 多说多错 哪怕多打一个字 就会增加一层的风险 他要是自杀 也得要算了 你跟他又姐妹情深的 这网友啊 搞不好 他会吊转枪头就会骂你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 李戴萱去世了 这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这差点把正事给忘了 出血之下剧组联系我了 他们希望你能够 替代李戴萱 抽援李荣静这个角色 这难过归难过 但是吧 你再想想 这离开的人 他毕竟已经离开了 这活着的人 还得为自己的 未来发展考虑 有些事吧 虽然说不合时宜 但是 这个机会 还是要好好地把握的嘛 要不是电影那边 现在起火难下 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一举拿下 实话是说 这个角色啊 当时顶的也是你 就在签合同那一天 你应该是被李戴萱 他们公司的那个老江子 活什么生的 横插了一杠子 他活活地给搞黄了呀 虽然说是死者为大 但是毕竟是 他们公司那边宣布人的呀 即便是他们公司宣布人了 你依然能把李戴萱 当做好朋友好姐妹 你这心胸也真够大胆 放着我这个男人 我是做不出来的 萌萌 我的意思是啊 这个 你就当是 为你的朋友 完成他最后的遗愿 我先去卫生间 快接 快接 你 姐 长明来找我签合同了 他说是替李戴萱的 他跟我说李戴萱死了 我昨天才第一次 见到他这人 他怎么就死了呢 长明现在 坐在外面客厅 手上拿着笔 让我签合同呢 我怎么能替你签合同呢 我看都看不懂 怎么办 要不我想个办法 先把长明轰走吧 好 带萱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别慌 我心里有事 你先带我签了 其他的回头再说 不行 阿姐 我可以模仿一笔记 但这是合同了 除了这儿的话 咱俩得坐牢的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啰嗦了 让你签个字而已 又不是让你赢 明天 莫莫 一共三份 你一份 我一份 片方一份 那行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好好休息 过两天呢 公司给你找了助理 这次啊 一定按照你的喜好来 什么 助理啊 这合同都签了 过两天就要进组了 这现在哪个明星进组不带助理啊 我不需要 我说不需要就是不需要 不 还生我气呢 上次的事啊 的确是单单做的不对 找了那么一个没有眼力架的人 那是我的问题 别生气了啊 对了 过两天就进庄了 宋慈妹妹啊 指不定得带着多少人来伺候她呢 咱们可不得出这阵仗 是吧 你放心 这次是个助理的事呢 我一定给你找个帮帮的 行了 就这么定了 哎哟 助理 助理 那可不得24小时都跟着我 那我还装个屁啊 姐 你死定了 那个长命费说要给我找个助理 听 装 宋慈